大家好,咱们讲一下什么样的手蚊特征可以值得托付终身 第一就是玉柱蚊陷过两条 说的是指玉柱蚊从手掌根开始延伸 清晰直上没有中断的现象 穿过人蚊,穿过天蚊到达终止根部 出现这种状况不论男女 视野心比较重,恒心比较大 不管做什么事情,一步一个交易 向着成功的迈进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玉柱蚊本身他又叫命运线,事业线 也叫穿前蚊 这条线清晰明了直上,线过两条 就代表这个人事要或者工作方面比较平逊 上进心比较强,这个玉柱蚊 第二就是天蚊伸长,弯曲有情 一般情况,天蚊感情线 他身长明了清晰,没有不利符号出现 代表呢,对人对事比较重情重义 婚后,夫妻之间比较和睦 没有儿等我诈的现象出现 没有外星出现 这个天蚊弯曲有情身长 其次就是家风文,相对比较平衡 没有出现多杂的现象,不分叉 不中断,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第三,这个地文伸长 金雄秋比较红锐突出 代表这个人不论男女身体体质比较好 抗病能力比较强 这个地文呢,他关系不到或者两个人的实质性的情感状况 但是,如果没有强壮的身体 没有好的体格 没有很强的抗病能力 你就是事业再好 情感再好 但是不长寿也不行 也就是说呢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如果出现,首相中出现这三点 一般来说都是值得托付终生的 好